2021年1月24日星期日 欢迎收看光明新闻通 国防部高级部长伊斯迈·沙比利指出 人们没有保持身具和沙巴州选举 是导致国内确诊病例再次攀升的原因 他接受专访时说 去年疫情爆发初期 人民过于害怕新冠病毒 几乎全民守规 但久而久之或许人民感到生活已经恢复正常 因为没有实施行管令 及政府已开始逐步放宽限制 他称近乎所有经济领域已开放 也准许进行社交活动 导致人们可能觉得已不受病毒的威胁 尽管人们守规戴口罩 却依然有大型的群聚活动 尤其是在沙巴州选举期间 近乎没有保持人身距离 对于人民对管制令守规的程度 以斯迈·沙比利说 马拉公益大学研究显示 约95%人民守规戴口罩 这已成为新常态 但卫生部认为 仅戴口罩而没有保持人身距离 并不足够 在许多地方如餐馆 食客没有保持人身距离 是最危险的 他坦言 他和卫生总监诺西山 一再提醒人民守规 但每天依然有人因为违规而被对付 另一方面 尽管许多人认为 国内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再次攀升 与政府解除跨州禁令 包括准许旅游有关 但伊斯迈·沙比利指出 大部分确诊者是来自制造业及建筑业的员工 他指出 或许有确诊病例涉及跨州 但只占小部分 他还说 虽然最近政府计划通过绿色通道 向数个国家开放边境 但由于其他国家也面对疫情肆虐 因此目前先隔止此建议 不会那么快开放边境 同样是与疫情相关的新闻 国内日趋严峻的新冠肺炎疫情 若无法随着政府落实行动管制令而好转 政府不排除于2月4日之后 全面关闭国内各经济领域的运作 这是马来西亚欧洲商会 在发给旗下的会议员的一封信函中 作出的揭露 信函指出马欧商会首席执行员 施温施奈德 于本月22日出席国际贸易及工业部的会议时 主持会议的贸工部秘书长诺曼表示 卫生部已明确表达了全面关闭经济的立场 根据信函会议提及了全国300多个感染群中 与制造业有关的感染群便有99个 卫生部认为制造业是主要的感染源头 会议也提及了建筑业 但因为这个领域不在贸工部的权限范围内 因此没有详细讨论 该信函传开后 前首相纳吉也在脸书撰文 質疑政府为何要浪费23天后才实施严谨的管制令 他说如果真的要落实MCO3.0 这也意味着其他不相关的领域在MCO2.0期间被迫白白牺牲了23天 那么他们的损失应该向谁索赔呢 他强调若要采取严谨的管制措施 就应该立刻禁止制造业和建筑业的运作 别再等待及逼迫人民在管制令下受更久的苦 把焦点转向冰城 冰州冠病疫情持续升温 基于大众健康安全 冰州华人大会堂决定取消今年新春团拜 不失贫劳及元宵节庆典三大新春活动 冰州华人大会堂副主席郑荣幸今日接受本报访问时说 冰华堂新春活动庆典的公委会两周前已经开会讨论 如果疫情在本月的25日前没有明显的降低 将会取消所有新春庆典活动 他还说 华堂除了担心民众健康安全 也担心出席人数不理想 因此会在近期对外宣布取消这些新春活动的详情 今天的新闻给您播到这 感谢收看我们再会